咱们今天要想谈一个问题 温教授我不知道能不能问您青春几何 我66岁了 66岁 够直白 那您现在经历旺盛 脸面色也这么好 谢谢 我倒有个好奇的问题 像您这样的学者 您本来是化学家 您觉得有人说像60几岁的人 其实正是就说 智慧和经验 什么大刀最巅峰 什么进入化境的时候 你有这个认同感吗 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人的生理年龄 和真正的生物年龄 和工作年龄不完全是一回事 所以如果说从这个意义上 就怎么样让人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 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我认为实际上这是一个制度设计上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你看 现在这制度设计 就在这传出一个消息 退休 说退休年龄 往后延 所以你看我们多么不了解民情 我也是原来像您这么想 我因为我听过很多老学者 都是老作家 都是说我80岁 我也很有经历 应该延长 但是很多人反对 就说你把退休年龄 往后延的话 然后弄得国家部委赶快出来解释 说现在正处于研究阶段 我们真要这么干的话 一定会征求大家意见 因为这里面有个背景 有人就说 说你现在研究要把退休年龄往后延长 是为了填补你这个养老金 巨大的缺口 这最近有个惊人的数字 说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统计数字 就二到2013年 中国的养老金会有18.3万亿元的缺口 付不出 这怎么可能呢 它是它的统计口径不一样 就是资产负债表 它是根据大的资产负债表来的 就加上养老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的资产的这一块缺口 有18.3万亿 这个是最大类的这么一个分法 其实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说是过几年 现在缺口有7万亿8万亿 这是可以想象的 就直接的缺口是多少 像每年我们这个直接的 比如说我们个人的账户 我们交了养老金 然后挪到公家的账户上 然后我们个人账户就没钱了 然后这个缺口 每年大概公务员这 政府就要有1000多亿 这样的一个规模 然后在其他的大概是 我觉得几千亿的规模是有的 就是说没他说的这么吓人 但是就风险越来越大 但你要知道文涛不能一刀切 像这个温教授他们家 有长寿基金 对不对 然后他父母金 都94 92 很健康 对 然后他自己又年富力强 然后又有经验 他可以发挥余热 他可以干到80岁90岁 对不对 一般人啊 你说比如说一般的公务员 一杯茶 一杯那个 然后我还嫌他 他现在干活 我都嫌他这么浪费资源的 我把他早点退 少拿点钱早点退 让你回家去再说 所以确实是不能一刀切 你说公务员啊 全都一刀切 让他们这个延后五年退休的话 那不知道多增加多少钱 我跟你说 那就完了蛋了 可是你让他们要是早退休呢 不是现在你说有个当年爱国民主人士 黄延培的儿子 是政协委员 他就是年年 他就说这个人挺主持正义 说年年要提一个提案 就是企业职工 这个养老金偏低 就是说长期存在一个不公平的 叫双轨制 就是所谓你一个处长 你平常一分钱都不用交 结果你退休之后 你拿的钱 比企业里的一个高级工程师 都要多得多 所以他们就说两个高工 比不上一个机关勤杂工的退休金 所以这就不合理 所以我认为养老金 要大三倍 养老金是一个管理问题 包括养老金本身的管理 你如果说如果不付出了 就说明养老金管理上就存在着问题 包括养老金的收取 养老金的投资和增值 我们这里有不仅合理 正像你讲的什么 什么公务员和企业等等 所以怎么样能够把它调得更加合理一点 我认为是这个问题更大 另外你如果养老退休年龄延长 你首先挡了年轻人上去的路 你把官位全给拔住了 这个人家最可怕的 对吧 包括有些教授也是 你年龄大了以后 你把位置拔住了是不利于新陈代谢 你教授往前 人家国外八十岁的教授 这样可以做研究 但他不占编制了 他就退休以后 他人到实验室 他有他的位置 像我这样也可以 完全可以这样 我现在也不拿国家的钱 我还会为国家交税呢 对吧 你还是公司当顾问 对 对 所以温教授这样干到八十岁 八十岁九十岁 干到一百八十岁 对 也都没问题 但是你要换一个 所以我在想 我们现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过去之后 你发掘几个铁塔守门 铁将军把门 然后你都过不去了 那年轻人要抱怨 你也没注意到 我感到我们几十年来 政策设计上 有一个最大的弊端之一 北京城设计一个数字 全国都要一律执行 有没有注意到 比如说房地产什么 百分之七十什么 你这个上海的房地产 和这个哈石的房地产 能比吗 能同样由一个数字来比吗 对不对 所以包括退休也是这样 包括工资水平也是这样 包括最低的保障金也是这样 我们中国是一个复杂性非常大 而且不平衡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可以地方受更大的拳 我们的这个养老金 不是双轨制吗 对 就是一般的公务员跟事业单位 尤其公务员这一块 基本上是企业职工的三倍 而且更加不公平的是 公务员就是 我这个现在干活 我没有退休 我根本不用交钱 对 他们现在还要 企业还要交钱 企业从每个月工资里 要交出 企业要交钱 个人也要交钱 交了钱之后 我还比你低的多 那你说我多不平衡 我们那个其实 这个一早就有 58年之前 中国就是双轨制 那时候的官员 跟一般的人 就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官员就多 为什么当时这个 我们以前双轨制 你说49年前 我们的双轨制 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官员多吃一只鸡 你可以多为革命 多工作 对不对 也没有别的给你了 然后等到49年之后 有钱了之后 多给你养老金 你是公家人 对不对 我要多给你养老金 58年双轨并单轨了 当时是周总理的一个工作报告 双轨并单轨 为什么要并呢 实在发不出钱来了 放开肚子大吃 然后实在没钱了 他并成单轨了 单轨了之后 到了这个中国改革开放 又开始慢慢的变双轨了 为什么变双轨呢 是因为第一改革开放 慢慢又有钱了 然后有了钱之后 他发觉这些老干部 就是刚才温教授说的 这么多老干部在那 把门把着 年轻干部怎么办 我赎买 我爷 我给你钱 你先让到一边 然后我让你养老 好好的养老 然后这边你把位置给年轻人 所以说年轻化专业化 当时叫做 后来就越来越固化了 你发觉当一个体制形成之后 肯定伟大不掉 就是你发觉到最后 你包括事业单位 我们要改革 07年说改革 改到现在了 根本改不掉 你说事业单位一改革 大学教授首先就叫起 你歧视知识分子 凭什么公务员不改 先改我们 绝对不行 那么这边事业单位动不了 公务员就更动不了 公务员不动 事业单位顶着 你公务员不动 我事业单位我同样不动 所以现在铁板一块 难得不得了 所以为什么讲下一件 这个收入分配改革 如果这样下去 欧洲就是中国的潜见了 欧洲把给福利主义给害死了 就是政府开支太大了 所以政府要紧缩 都要使游行 都要抗议 所以这就是中国要吸取的教训 而且有的时候 我觉得你看 有时候一个电影 会给你很大的影响 你比如我就看陶姐 就是许安华拍的陶姐之后 她电影有感染力 你看了这个电影之后 当时你会有一个想法 就觉得老人 给他们多少钱 我觉得我都同意 就是说 你知道吗 你就会觉得老人可怜 而且尤其你像我父母 就是工厂里的 我就知道 他们算是高级工程师 拿的退休养老金 我跟你说是单凭他们自己 是很难生活下去 当然 你说这个 你说同样是知识分子 如果你父母当时在大学里 或者在医院里 情况就要好得多得多 因为那个是视野单位 对不对 汉烙保收 你在企业里 你也是高工 但是这个 你就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 是啊 自己幸亏越越 所以收入不公平的地方 要国家要加快调整 不调整的这个社会性的矛盾 也会越来越多 我们有可能 刚才说像欧洲 这个福利主义 我们有可能比欧洲更糟糕 人家欧洲好歹 还有点本钱 对 老本可吃 对 有老本可吃 对 祖先留下来的 要上两代 赚了钱了 留下来一些老本 你吃一吃 吃到现在也破产了 我们现在本都没有 本钱都没有 对 你就想做福利主义 就想翻回本来 你怎么翻本 不可能的 福利主义 还不是多数人的福利主义 这就是 对 咱们吃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